你知道比奇堡的江脸怪传说吗 据说天天做鬼脸的人脸就会僵掉 小海绵跟你派总就不信息 你还认得出他们是谁吗 那必是科技 又狠活着 哥们 这两人从小海绵和派总吃少饭说起 两人没个老人气 却做个鬼脸藏钱袋 这俩人边吃边出洋相 那这个呢 画面的过于下饭了 数据是 老谢被这俩玩意闹得醒了 他喊别这样子 不搁外地轮大嫂 虎逼操天的格子做鬼脸 就找到不是人的厨 谢老板见词 看来必须得把这事告诉他们了 不停做鬼脸 脸就会僵掉 这是比奇堡大人都知道的传说 以前腊月前 就有一条泥鳅鱼 哭哭的就爱做鬼脸 尤其是爱吐舌头 看着谁都吐吐喷吐的星子 可当他对第444个人这样做时 舌头突然僵住 根本伸不回去 久人久知 他舌头干裂到掉了下来 听到这个事 下个俩后脖梗都发凉 以后可不敢随便做鬼脸了 回家才一道 到下边跟派总互相监督 笑都不能笑压子 这俩人费劲巴力的憋了一道 硬撑撑把小海绵憋出两半 鬼脸大战一触即发 派总老阴间炮子也毫不示弱 海绵宝宝和派总 也整上了科技与狠活 跟赖蛤蟆似的 不咬人他哥硬人 谁看你都得说一句晦气 小海绵提醒派总 他俩这顿做鬼脸 啥是什么一友 只见老谢像他俩的 一说到这儿 俩人更加放肆 一会儿脸蛋的拧一边 一会儿眼珠都窜两头 只要你想不到的 没有他俩做不到的鬼脸 他不是脑瓜的时候大病吧 低头照着镜子 还是原来那俩二区 小海绵非得试试 那个传说真假 打算把鬼脸时常拉慢 太能把眼珠都顶到头顶 嘴巴都拧成卷 大把牙露出来 我像他老母鳄鱼曾经了 小海绵也是身上带点花活 鼻子打成底 嘴巴都来到碗鸭子 靠死了一波野生小窝 他俩这一出跟老郊区小鬼似的 得谁吓唬谁 眼见见着他 恨不得躲得远远的 大晚上还不睡一药 吃个旁的点灯脑油 是对的乐 老张倒八倍的 没跟他俩做邻居 气得脑子刮的冒青筋 俩人不绞紧 还惦记着张云哥也加入 最后小平和派总 玩得更加刺激 我堵你做鬼脸的时候 肯定睡不了觉 俩口鼻罩的 这就算杠上了 结果到了第二天一早 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爱做鬼脸的人 建议你看看这集海绵宝宝 气宝宝外物地 生生变成怪物聚集地 兄弟俩再也回不到 当初稚嫩的模样 他俩赶紧找到山地 上去咬的 他俩就是脸部肌肉太僵硬 按摩放松一下就行 跟老猪肉爸们似的 跟他俩最顿着不沉 好说得说 眼睛鼻子嘴是回到原位 可满脸褶子 那脸皮西松 都管老他的棉裤摇 都当了到酒面 小海绵三个班都是背着大老戏 可是这张脸 小海绵做饭一点不方便 杨从熏得只掉眼睛不熟 脚底一打滑 又让肉饼探够腔 谢宝还是那个谢宝 可小海绵早已无言面对 相信父老 当客人看到 躺满汉拉子的谢宝 立马朝着退圆子 小海绵宝扭巴巴夹 这姑姑就是不让看脸 老谢看到身后的派子 坐地啥都明白了 以前以后都是褶子脸 老谢再也控制不住 一气之下 鼻毛放肆生长 尖牙外露满膜的角色 也气场一个四不像怪物 老张也过得凑热闹 笑得治好了多年的面谈 没成想乐极生悲 能挖低楼园 最终也变成 自嘴俩俩的大怪物 铁子们 做鬼脸须谨慎的 接着啊 上课 观影走好